大家好,美国国防部批准了改售台湾新型的AGM-88E导弹 台湾的媒体报道,台湾空军战斗力进一步获得提升 美国国防部批准了一份合约 允许美国军火大厂洛克希德马丁 在既有的军售案基础下改售台湾更新的型号 叫AGM-88,空对地反辐射导弹 提升台军F-16战机压制敌方雷达系统能力 台湾军方在周三表示,尚未正式接获消息 但只要是对防务有帮助之事,皆表示欢迎 美国于2017年宣布授台7项军备 其中包含售台F-16战机挂载的50枚 AGM-88反辐射导弹 总金额约1.38亿美元 美国国防部近日已批准改售台湾 AIG-88导弹先进型号 总预算应维持1.38亿美元 船型号是AGM-88E 全案预计在2022年9月30日完成 美方售台AGM-88反辐射导弹 赋予了台湾空军更充足的攻击能力 将可对中国福建沿海第一线雷达屏障 对地对空导弹阵地雷达 甚至部分舰艇雷达实施打击 AGM-88主要是反辐射打雷达用的 增加台军空军的主动性 若改售台AGM-88等新型反辐射导弹 将具备更长射程 更优异的精准度 以及搜寻目标能力 巡货雷达关闭后 残存的雷达波几率也将提升 对美军对台军售一事 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国台办也送来回应 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方在美售台武器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 明确的 我愿意再次强调 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规则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的和平稳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汪文斌强调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 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的和平稳定 造成进一步损害 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 做出正当必要反应 那这个AGM-88E 它这个也是进攻性武器 大家知道 美国现在不断向台湾出售这种进攻性的武器 反辐射导弹是什么呢 是攻击对方的这个雷达 里边提到了射程更远 而且它可以更精准的打击敌方雷达 那中国福建沿海一线这些雷达 都在台军的这个打击范围内 那也就是对大陆本土也能进行攻击了 如果F-16飞入大陆纵深 那对大陆纵深的雷达阵地也可以进行威胁 我觉得现在美国不断的向台湾 释放一种信号是什么呢 给你武器 给你进攻性武器 你们可以放心大胆的搞你们想搞的 我觉得后续台湾逐渐的向台独就会过渡了 之前美国是压制台湾独立的 记住了 因为我之前讲过台湾这个逻辑 你再听一遍 大陆是不希望台湾独立的 同样美国也不希望大陆独立 不 美国也不希望台湾独立 因为台湾独立以后 大陆一定有反应 这个原因在哪 我给你再解释一遍 中国是共产党执政 一党执政 那么共产党执政基础 领土是不能丢的 那台湾问题关系到共产党长期执政 共产党他是要得民心的 如果台湾丢了 台湾独立了 共产党没有反应 共产党不能继续执政 那他一定要反应 那么基于这个逻辑 美国也不能允许台湾独立 因为台湾独立 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执政 对吧 不能因为小的台湾 丢了大陆这么大一个政权 所以必须出兵 必须武统 那只要台湾不独立 不宣布独立 大陆就不会出兵 你记住了 那美国基于这一点 在2000年左右的阿扁 陈水扁时期 也没有允许陈水扁宣布台湾独立 陈水扁那时候 其实台独很猖獗 2000年左右 记不记得2000年 2004年 那陈水扁都宣布台独了 一边一国嘛 那个时期就是美国压制台湾 台湾人也好好想想 那个时候是不是美国压制你 美国压制台湾 为什么 你台湾是麻烦制造者 陈水扁后来因为不断宣传这种台独思想 还让这个后上的这个国民党给什么 给关起来了 关进监狱了 你记不记得 现在放出来了 那背后是谁 就是美国势力嘛 在台协会 AIT嘛 那国民党很老实啊 美国很喜欢国民党 为什么 国民党不制造麻烦呢 你想搞台独 不想让台湾被大陆武统吗 那我美国失去台湾 听懂了吧 美国人的逻辑 美国失去台湾 美国才不干呢 美国要一直让台湾和中国大陆分离 那国民党那个时候 麻烦酒 酒又上来了 是吧 酒很听美国人话嘛 美国人想让他干什么 干什么 不捅不独步嘛 你看多符合美国人心意 你要知道 台湾这帮政治家都看透了 两岸的事他都懂 他就是不跟你台湾老百姓讲 你看我节目啊 我觉得你 你能看到我节目 我一定要说实话 一定要告诉你台湾问题的本质 马英九绝对不跟你讲这些东西 但是他们不断的忽悠你们这帮台湾人 干脆给你讲一些逻辑 他不会跟你讲的 他知道 但是从来不讲 甚至在欺骗中国大陆的同胞 我们一定要统一的 但是你看麻烦酒知道 绝对不能统一 不统 放第一位 统一了以后呢 美国不高兴 美国不高兴 国民党还怎么活呀 国民党到底是什么政党啊 是美国的国民党 台湾的国民党 还叫中国的国民党 你自己想 这个东西啊 是扒他底裤 他绝对不会说出来 但是我告诉你 我觉得台湾人很可爱啊 我在台湾 我接触过台湾人 台湾人很朴实 特别南部来 那帮台湾人很朴实 有的那个还问我路 以为我是台北人 去问我路 我呢 把我知道的反正都告诉他了 我也告诉他路怎么走 他还感谢我 还行个礼 我就觉得台湾南部人很朴实 到台北也看着花花世界 是吧 哎呀 这东西真挺好的 没见过 你看 本身人和人之间啊 没有那么大矛盾 但是被政客 被这帮台湾的政客 弄得两岸人民互相紧张了 你台湾人看懂了吧 不是大陆要把你怎么样 是大陆和美国竞争 美国要把台湾人当成棋子 不断的利用台湾这些政客 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 在欲动台湾人 那看刚才了吧 国民党知道不能捅啊 但是他一定要叫嚣着捅 民进党知道不能毒啊 他一定要叫嚣着毒 骗什么 骗你的选票 你该怎么生活呢 你该怎么选择呢 你看似好像参与了政治 是你台湾人参与了吗 阿扁要毒 美国压着他 不让他毒 到底你参与到政治了吗 台湾人 台湾的 台湾的未来 台湾的未来 有你们台湾人决定吗 有美国在台协会 AIT决定 甚至这个马云九能上台 我觉得背后都是美国人搞的 因为什么 看到这个陈水也不听话呀 想台独不听话呀 你这个台独大业能成吗 你听懂这个逻辑了 咱接着往下讲 那大陆呢 只要是和台湾不能统一 美国就可以从中余力 永远不同一 那只要是大陆和台湾一动手 一定大陆把台湾统一了 那你看美国之前一直是防御着 不让大陆和台湾之间发生任何 有统一的倾向的事情 大陆也心知肚明 两岸谈一家亲 两岸谈互惠合作 民进党可以在里边搞一些小动作 假借着我要台独 然后跟大陆呢 耍一些无赖 大陆跟我好吧 哎呀两岸一家亲 我才不跟他亲呢 其实大陆心里怎么讲的呢 大陆不是给你台湾人 大陆是给美国人看的 我大陆并不想武统台湾 记不记着 十年前二十年前大陆 同胞都管你叫 都管你叫同胞 对不对 大陆知道 我这么一声同胞叫出去 美国人就放心了 不准备打 那我们跟美国就可以继续的 在西太平洋这地区友好合作了 陈水扁叫嚣着台独 美国马上呵斥陈水扁 你老实点 阿扁说了吧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那现在情况变了吧 现在情况怎么变了 现在美国要打出台湾牌了吗 中美 十年 这GDP马上就要 掉个个 中国超越美国了 美国紧张了 那美国在最后关头 他被超越之前 一定要使一些小的伎俩 手里张牌要打出去 台湾 去年的中印边界冲突 看到了吧 印度打死印度20个人 中国死了5个 死了4个 重伤一个 什么原因 就是在中国周边要搞出事情 今年的缅甸 南海 现在的钓鱼岛都出来了 朝鲜未来可能也要出事 台海呢 台海是最重要一张牌 台海牵涉的利益很多 这是中国国内政治 国民党 国民党这个 这个反攻大陆 还有可能 这张牌很好用的 台湾牌 在中国超越美国之前 美国一定要让中国 在整个东北亚地区 形成一个乱局 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 就会滞后 阻挡中国的发展 你可以看看去年那个疫情 全世界就希望中国 这共产党倒台啊 崩溃啊 然后呢 中国一下的 经济崩大崩溃 全世界都等着呢 结果中国呢 挺过来了 结果美国崩溃了 现在印度崩溃了 一下世界啊 突然一下就转向了 美国没办法了 那台湾这张牌呢 只能加紧打 只能加紧打台湾这张牌 他怎么打 我之前也讲过啊 表面看是说 中国大陆要武统台湾 但是中国大陆呢 之前不武统你 为什么 中国之前和美国 没那么大竞争 现在为什么武统你 因为中国发现了 美国要打台湾牌 而共产党一定要执政 你打台湾牌 让台湾独立 那我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武统你 要提前做好准备 中国现在是做着准备 为什么 你看似好像中国要入侵台湾 实际上是什么 是美国在给台独释放 错误信号 让台独 实现 让台湾挑选大陆 然后 大陆必须出手的时候 两边打起来 美国从中余力 美国在什么 给台独释放这个错误信号 这个话的意思就在这 释放错误信号什么意思 告诉台独 你现在可以读了 台独呢 以为自己 耗的别枪 他可以对付猫了 他真敢读 不读也不行啊 你想想美国 AIT在台湾有多少 情报人员啊 包括我告诉你 蔡英文总统身边 就有台湾的那些这个 AIT控制的人员 在台湾的 那可能都是替CIA啊 替FBI啊 替美国这些情报机构啊 工作的 间谍人员在蔡英文身边 蔡英文只要一个部字 可能小命的难保 你以为台湾是真正由台湾人控制的吗 你太小瞧美国人了 有多少台湾人在美国拿着护照呢 所以你知道政治背后很很黑暗的 台独那些人呢 他有一天想不他想不独立都不行 拿枪 美国拿枪顶着他就必须独立 那他独立的中国能不做好准备吗 那怎么样 去年习近平在汕头 是不是视察了海军乱队啊 就告诉你美国 你可以啊 你可以让台湾出来独立 他只要动 我这边也动 这才把台海台海什么局势缓和下来 你记住啊 你看到的和我跟你讲的啊 都是事实 但是你理解的方向不对的话 这个本末就倒置了 你以为是什么 中国海军战队在挑衅你 然后美国卖给你武器 结果中国不敢无同你了 错了 你应该按照我刚才给你的思路理解 是美国在挑逗台湾进行独立 不断的加强对台湾的 错误信号的释放 让台湾买进攻性武器 让台湾军事力量增强 大陆为了防止台湾独立 那我为了预防 为了自己的执政 明白吧 那我只能是进行军事演习 军事演习的目的是告诉美国 不要给台湾释放错误信号 这才是正常的 现在发生的事情 台湾人啊 我作为一个大陆人 我跟你讲到这已经不容易了 你那帮那个电视台 你就是你们台湾那些电视台 什么啊 什么三立啊 中天那帮那帮节目主任 会给你讲这么深吗 台湾问题 不会的 他们背后都有利益的 是吧 以后还要去美国 他怎么跟你讲这么深呢 但我觉得台湾人很朴实啊 台湾人很朴实 我不希望台湾人被这帮政客骗了 就算本地的那帮说着台湾话 那帮政客也是在骗你们的 政治本身是黑暗的 他都背后都是利益 他怎么可能告诉你这些东西呢 我呢把现实东西告诉你 台湾人 你也得理解 因为中美这个竞争 其实跟台湾无关 台湾那点GDP啊 台湾那点经济实力 军事实力 大陆啊根本没再放在眼里 大陆现在GDP碾压日本三倍 三倍到四倍 根本不把台湾放在眼里 这怎么可能 因为你台湾 我还是吧 动刀动枪的这种东西 主要是针对美国 你台湾得理解这个 是针对你美国 美国和中国大陆 才是一个重量级 两边要较量 中国主要是演习也好 军演也好 飞机绕台也好 主要是给美国人看的 告诉美国 你敢让台湾独立 我就动手 其实中国大陆的行动 才最后在救台湾 我像不像一个福尔摩斯在破案 我把很多案子的逻辑说通了吧 你台湾人还以为中国大陆在挑衅 中国大陆在 让台海不稳定 错了 美国他在给台独释放错误信号 逼着大陆动武 让这个地区动荡 就像中印边界似的 拔起来才好 而中国释放武力 什么意思 告诉美国 你想丢掉台湾吗 你想丢掉 你可以继续做 你继续做 继续跳 台湾最后被我收回了 那美国呢 就缓一缓 不要那么激进的 再让台湾出现独立 反而两岸能实现现在的和平 你看两岸的和平很复杂 需要很多这种力量的平衡 才能达到现在这种和平状态 有一方失误都会出现动荡 台湾才真正陷入 我觉得陷入灾难了 所以你得理解大陆现在对台的政策 你记住大陆越是对台这么武力的 或者释放一些这个强硬态度 美国人才不敢 你记住台湾人 美国人才不敢给台独释放凑信号 那帮台独 就你们台上那帮蔡英文那帮人 民进党那帮人 胖子 你看你哥哥 他们才可以什么呀 才不敢独立呀 才不可以把台湾领向深渊呢 今天说透没有 台湾呢 我觉得这个人民很淳朴啊 我去台湾 台湾姑娘也是 屁啦 屁啦 是不是 我就记着这句话 哪次我说错了 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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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挺可爱的 我对台湾没意见 但是你们呢 长期被一些什么 非地缘政治这帮专家呀 拿一些东西就带有什么 带有主观意愿的啊 就把蔡英文想的很好 为台湾 但你让他台独呢 他就是不投票 就是不台独 你看懂了吧 这是逻辑 你让蔡英文台独 你看到吗 他绝对不台独 他知道台独美国人揍死他 蔡英文门都出不了 那总统府门都出不了 在总统府可能被自己保镖枪毙了 美国人控制他 所以蔡英文绝对不敢台独的 你被这一些民进党天天骗 你能懂什么真正的这个 底层逻辑 你能懂什么真正的台湾的政治吗 能看懂真相吗 我觉得今天讲这个视频啊 你应该给台湾人多看一看 如果你身边有台湾人 你多给他们看一看 让台湾人看清楚现在整个形势 真的啊 有的时候我就像福尔摩斯啊 带着大家把这个台海问题看清楚 还有言你记住啊 你台独了共产党一定打你 不是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欺负你台湾人 也不是为了统治你台湾人 你台湾这点人口统治你还挺麻烦的 共产党其实也嫌麻烦 70年没统治你了 我干嘛找这个麻烦 我上非洲统治非洲人 上中东跟中东人合作 上东南亚是吧 跟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 泰国跟人家合作多好 你台湾这点东西 我看不上我并不是一定要统治你 为的是啥 为的是在大陆能长期执政 这才是共产党 他的逻辑 你只要不台独人家不动你 那你现在要台独 他能够动你吗 这是逻辑 台湾人好好想想